我现在想要跟你分享一个观念 可是紧就我们现在讲解 就是说Office应用这一块 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的来源资料 这是我们的来源资料 我先用记事本打开 记事本来开启 我先随便去修改 随便去修改 就是这个假设 我随便找到一笔资料 就是2017年7月14号 2017年7月14号 那个确诊 确诊 确诊在这个地方 假设 假设我把它变成1000好不好 因为总共也才7万8千多笔 假设我就刻意把资料改变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来源资料改 那以色料里面资料也要跟着改 我们只能动这个来源资料 所以例如说改成1000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1000 好 那我就先把它关掉 是储存 对不起 因为因为它在这个地方说 我的Excel 我必须要先储存起来 好 例如说我先点储存 储存 然后 我现在不能存成 CSV CSV只能存一张资料表 好 所以我就把它存成这个 性质档案 储存 我先存放在刚刚这个地方 好 那因为存好了 我就先关掉 我刚刚的Excel 是这一个 我先解密 解好密咯 这个档案是不是也必须要解密 然后接下来 我把刚刚 刚刚这个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存了 我先把它 档案 储存 然后关闭 好 那这个来源资料 是不是被我动了 我的这一个资料 这个登革热的资料 刚刚我做好的这个 统计分析的资料 请问这边有没有改 这边没有改 我们必须要点选这个 枢纽分析表 设计 选项这边 选项 选项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重新整理 因为你看嘛 现在2017年多少 才144 对不对 才144 这是不对的 好 例如说我们重新整理 完了 它把两个资料分开来了 这边还是144 就是2017年 我拉到最下面 不过2017年 应该那个144 1000笔的那个资料 没有改 好吧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做修改 举例来说 这个2017年的2月2号这一笔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1 这个是确定数 好我改成1000 我改成1000之后 请问这个工作表1 是不是点选重新整理 选项里面的重新整理 它是不是就变成1143 刚刚144 可是我把1改成1000 那是不是增加999 所以就变1143 这边是不是就跟着改 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了不起是 未进来那个资料 在做修改 修改 这些图 只要透过一个重新整理 就完成了 千万不要重做 因为真的 以前我不知道 你在统计那个1月的资料 是不是会画统计图表 真的 2月 到了2月 又重新再画统计图表 3月又重新再画统计图表 这个时候 也是在做浪费时间的事情 而且 请问你1月做完 跟2月做完 请问 那个 画出来的统计图表 会不会有时候格式跑掉 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形 会吧 听得懂吗 现在你可能没有遇到 但是 未来你 真的 记住 不要一直重复 再做重复的动作 好 我现在 我们统一 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现在这一个 这个统计图表 滑鼠右键 复制 这个统计图表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 PowerPoint 假设最后一页 好了 新增 那我们 切记 不要用滑鼠右键 点这边 这边没有选择性贴上 这边才有 所以 开一个新的 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 贴上这边 要选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只有一种 以色谣物件 然后 确定 这里面的资料 这里面的资料 如果 如果来源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2015年 2015年 那我就把 原本这个地方 登革热 我刻意把 2015年 因为它有按照 时间牌 我这个地方 我刻意把 2015年的资料 我删掉 很多很多 你看哦 我总共选到多少 我总共选到 我觉得删掉 5000笔好了 可以吗 你看我现在 我是不是网上选 选到了多少列 4000多列了 42多 46多 47 好 假设我现在删掉 5026列 就是2015年 不是很多很多 登革热的资料 对不对 好 那我直接把 这个里面资料 删除 我现在是不是删掉了5000多列 5000多笔的 2015年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你看一下 2015年 是不是还是维持 其实4万多笔 删掉5000 没什么感觉 可以吗 应该还要再删掉 更多一点 这个 因为4万多笔 4万多笔 好吧 这样子才1000多 所以 我去删掉 这样 26000多笔 加刚刚 好 直接把它删掉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我删掉非常非常多笔 26000多 我甚至删掉 3万多笔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工作表 这边 我们是不是点 分析里面的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2015它是不是下降很多 可以了解 我现在做的 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重点 我们是不是要去看 PowerPoint这边 是不是统计图表 跟着 原始Excel资料 改变而改变 我重点其实只是为了要教你这件事 以前我不知道你做复制贴上 你绝对达不到现在这样子的效果 可是我们做简报 简报只是一个要报告的工具 不可能在里面去做Excel 我们一定是Excel里面做好统计图表 然后呢 透过这一件事 滑鼠右键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到PowerPoint的这边 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去做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包含贴上连结 确定 一定是这样做的哦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现在麻烦请你们 动手来去做复制跟选择性贴上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 Excel 假设来源资料改变 那么我们PowerPoint里面的统计图表内容会跟着直接改变